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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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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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发现 来自荷兰低频阵列社电波探测网 Lofar 的观测 这个射电望远镜阵列专门观察宇宙中的低频电磁波 科学家透过这些观测认识认识 发现了这个巨型喷流系统 波菲利翁的发现 证明了超巨型黑洞的喷流 不仅可以穿越其宿主星系 还可以影响到星系团间的物质 有趣的是 这项发现来自于科学家 最初并非在寻找黑洞喷流 而是在研究宇宙网的结构时无意中发现的 低频阵列射电波探测网的宽视野 和高度0米的观测能力 让天文学家发现了这个喷流系统 并且还发现了其他数千个类似的喷流系统 巨大喷流对宇宙结构的影响 天文学家们推测 类似波菲利翁的巨型喷流系统 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普遍的多 而且它们对宇宙结构的影响也比预期的更大 这些黑洞喷流不仅仅影响宿主星系的内部结构 还可能改变星系间的磁场 过去 这些磁场变化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痕迹 但现在有可能是由黑洞喷流系统所产生的 此外 这项发现也促使科学家重新思考黑洞在宇宙演化中的角色 波菲利翁的喷流系统形成于宇宙年龄大约63亿年的时期 当时宇宙中的星系和星系团之间的距离比现在更未接近 因此 这些喷流可能跨越了更大的宇宙范围 对周围的星系和宇宙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波菲利翁的发现仅仅是开始 事实上 科学家已经透过低频震烈射电波探测网 发现了超过一万个长达三百万光年的喷流系统 这些系统的存在表明 黑洞喷流对宇宙结构的影响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重要 随着技术的进步 未来的观测有望揭示更多这类巨型喷流系统的存在 天文学家正在使用全球各地的星际仪器进行更深入的观测 例如印度的聚米波射电望远镜 GMRT和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 这些仪器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数据 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些喷流的来源和影响范围 结语打破记录 改写宇宙规则 波菲利翁的发现打破天文记录 如此巨大的喷流穿越星系 改写了宇宙规则 标志着天文学家对黑洞喷流 以及其对宇宙演化影响的全新认识 这个长达2300万光年的巨型喷流系统 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黑洞的力量 也让我们思考宇宙中这些巨型结构 对星系、星系团甚至宇宙网的潜在影响 未来 随着更多观测数据的累积 科学家将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喷流系统的运作机制 以及他们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无疑会为我们揭开更多关于宇宙结构和演化的奥秘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